宇宙老师是为什么要在掌位里面挂那么多的水晶水 宇宙能量在空间中是不均匀分配的 今天有一种叫太空出菜 这个普通南瓜长得很小 如果把这个南瓜种子送到太空中 经过太空分床再送回来 同样在地球上栽 那么它最后就变成巨大的南瓜 这个在中国大陆现在太空出菜 已经是上市了 已经是在吃了 不是科研阶段了 那这就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宇宙中的能量不是均匀分配的 一旦我们有办法脱离地球 脱离地球到太空 那么我们获得的 就是哪怕去转一圈 你获得的能量 那个量级已经是很大了 所以是同样是一颗小小的植物种子 回来用同样的条件摘它 结果就长成那么巨大 这就告诉我们什么 能量不是均匀分配的 那么在地球也是能量不是均匀分配的 有一些地方能量强 有一些地方是耗散结构的 能量不单不强 你去了还会被你败光 那么这就是能量的一个学说 那这个能量需要一个载体 否则你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受益 但是你离开那个地方就不能受益了 这个刚才我给讲的全息科学 全息科学是一个什么科学呢 大家知道今天有个科隆羊的技术 就是拿绵羊身上的一个细胞 无性繁殖就可以再造一个羊了 现在有这样的好事了 那么人的一根头上丝 如果给刑事调查局的警察 很快就能破译出 你的是什么颜色的皮肤 身高男女 那这些怎么出来呢 全息 就一根头发 一个细胞 实际就代表你整体 这个叫全息科学 所以全息科学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把地球上的强能 聚在一个物件上 由这个物件全息携带 你用特殊的方法 在使用这个物件修炼的时候 它会释放出巨大的全息能量 全息能量 所以这个水晶球呢 是我们今天人类使用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东西 现在因为在古代这个水晶特别的珍贵 开采技术 只能用天然水晶 现在用高温可以把普通的水晶矿 炼成纯净的水晶 这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水晶球 那么我们这个会场的水晶球 待会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和普通你在外面买的水晶球不同 不同在哪里 就是这个水晶球凝聚了地球上 九大龙脉的能量 九大龙脉来自俄罗斯 来自阿尔卑斯山 来自南龙的这个金马龙高原 还有东龙的这个日本 然后东北龙的这个罗布森山 西南龙 东南龙 西北龙 总共八龙 加上中央 喜马拉雅山的龙器在里面 所以他这个一般的这个敏感的人 马上感觉到不太一样 我上次在这个这个宾城 宾城有个女的 他这个过去世是一个大人不切 这一世转世为一个女 他的这个灵性没有丢 这个他这个结果用了 我让他把这个水晶球顶在头上 叫他顶着一会儿他就受不了了 为什么 整个头像一个山压着他一样 灌得满满脏脏 灵性奇妙的是说 马上出来一个洞 你看他就不是拿他敲啊 就是这样顶着 就砰砰出来一个洞 哇他吓坏了 哎呦 这怎么出了什么问题了 刚开始他没告诉我 后来他到处去看医生 看医生 哎呀我这出了什么问题 怎么头漏混啊 有个洞出来 然后这个还是个整天的张抗的 受不了 头疼欲裂 那个炸开的感觉 结果到处找医生看不好 第二次我去槟城来找我了 老师怎么怎么回事 我说你的颅脑腔接受力可以 中脉不通 经络不通 能量不能到下腹腔 下腹腔是个海 它能够聚集无量能量 颅脑腔 它这个空腔小 它聚的能量不能太多 你要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 然后把能量倒下去 至于说头上有洞 这个修行人最后在头上有出来九个洞 九个洞呢就是前后左右四个大洞 加左前右前 左后右后 那么有四个小一点的洞 这个叫三沟九洞 因为只有这个洞开了 你才有一股气 连通宇宙 叫九天 加中央的一个洞 就是九个洞连通九天 连通九天 等人把宇宙银河系的能量 通过你颅脑腔就可以接受到身体里 进行对生命的再造 所以这个水晶球 解决了我们储藏能量的一个问题 就是把地球九大龙脉的能量聚在一起 所以大家称着它叫九龙珠 九龙珠 那个能量是特别强的 那这个如果是有的人 待会你可以顶一下 也可以站在这试一下 它的这个不太一样 这是我们道家的坎鱼学 谢谢大家 第一个 一段时间 我们暂停的 感谢观看